物业的一些早期信号 并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 反复烧心 消化不良 二 上腹部胃腕痛 三 出现贫血 厌食 上腹部触节肿化等 四 欧血 黑便 吞咽溃难等 五 出现咳嗽 雄痛的症状 六 消瘦乏力 食欲减退 出现这种症状的 比如说胃溃痒 或者是溃养性结肠炎 包括有一些消化到不明原因的出血 其实也都可能 但是不管怎么说 出现这种症状 就应该及时地进行筛查 你急剑不筛查胃癌肠癌 你也得筛查你出血的原因 一般可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对自己的健康 我觉得不光是有自信 他可能想都没想过 就是自己会出现问题 对吧 那这样这个年龄段的人 出什么症状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信号的时候 他就应该注意了 对 网友齐希就问的是这个问题 他说我从小就吃饭快 最近一年可能是外卖吃了点贫 胃的消化能力变差 经常中午吃完一顿就挺撑的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 胃里都觉得堵的话 这么积一顿保一顿 是不是容易得胃癌 我这样的是不是也需要做胃镜呢 这种情况都不一定说能得胃癌 因为胃癌的高危因素 我也说了 他不是说积一顿保一顿 就能得胃癌 但是这样的确实容易得胃炎 或者是胃溃痒 但是胃炎和胃溃痒 一定程度上它也是 包括后续的肠上蜜化症 也是胃癌的一个高危的风险因素 但总之的这种生活习惯 肯定是不好的 就包括为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电影 送你一朵小红花 包括滚蛋吧 肿瘤是菌 这么多年轻的人得癌 它除了基因有改变以外 它的一级亲属 可能罹患这样的癌症 其实往往都是跟 不良的生活习惯 熬夜啊 酗酒啊 应激啊 这些原因都往往是息息相关